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以为这些妖怪有多厉害呢 不过如此 要说厉害 只有掌门和玄枭师叔才撑得上 他们俩闭关修炼过后 不是一下就破了那个结界吗 所以说我们是养精蓄锐 这些妖怪却是在故弄玄虚 还以为进了结界会遇到什么强手 结果都是这样弱 不管是杀妖 还是夺取紫荆石 简直轻而易举 你们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这儿怎么有人 难道是妖怪变的 慢着 连紫英师弟都在 他们是本派弟子 难道他们早就趁了杀了进来 想要抢功 你们都滚 滚出唤明界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你说什么 居然这样对同门讲话 难道是脑子不清醒了 再往前一步 我就不客气了 你 你 岂有此理 你岂有此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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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勇敢了 你们听到没 那妖怪叫那个女的少主 原来 那女的也是妖怪 难怪会对我们讲那种话 不对呀 既然如此 子营师叔 怎会与妖怪在一起 师弟 莫非你是与妖孽须于尾夷 想要刺激动手将之铲除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我们师兄弟联手 妖孽根本不堪一击 对 先杀了妖女 再杀其他的 原原师叔 我们来帮你 师叔师兄 我等奉掌门之命 也来此地除妖了 那是子营师叔 还有天河他们 诸位师侄来得甚好 这便随我们一同荡尽妖孽 你们 子营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给那妖女一件 挤死我也 莫非你是被妖女 使了迷魂法术 不管她了 我们动手 子营 师兄 请你们回去 离开宦明间 什么 好啊 慕容紫英 你今日这般古怪 原来早已自甘堕落 做了妖孽的同党 可恶 我们饶不了你 你们 别逼我 我不想对同门挥剑 但也不会退开 紫英 走开 你这叛徒 我们要为老掌门 和十九年前 死去的同门报仇 等等 你们别动手 不可以动手 那是 那是子营师叔啊 阿蘇 師叔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是懷恕自己不好 突然衝了出來 對 對呀 他袒護叛徒 豈不就是袒護妖孽 閉嘴 你敢再說一遍 師叔 天河 不用爭了 懷恕 還好 師叔你沒事 不然軒機要把我罵死了 我總算也保護了師叔一回 以前下山 不管發生什麼事 都是師叔保護我們 還說 你先別說話 我馬上給你療傷 讓我看看 我 這個傷 這個傷 我知道的 沒用了 那一肩鄭重心脈 就算是大羅金仙 也醫不好 你 你為什麼要衝出來 師叔 我 我只是個無用之人 只要師叔你沒事就好 什麼無用之人 不許你這麼說 我是說真的 我 我很小的時候 就被師父帶上山修行 村子裡那麼多小孩 只有我一個人 被劍仙看中 大家都很羨慕我 環叔 你 你先別說了 歇息一下 等你的傷好了 要說多久都可以 不 讓我說吧 以後 再也沒機會了 自從上山以後 我常常想念今日 尤其是 在家鄉的小妹 你 我想下山 可是 我不敢辜負師父的期望 好多年過去 修為 還是一天仗盡都沒有 胡說 你在同輩弟子中 已經夠好了 我 師叔 想不到你也會說謊騙人 我死了以後 師叔 請你 把我的骨灰 帶回故鄉 其實 這樣也好 你們不要怪罪其他人 我但願來時 不要再修仙 過最 最平凡的日子 只是 對不起玄姬 他得自己 照顧自己 如今也沒有 其他師兄弟 在照顧他了 因為 自從長門出關 不少弟子 受不了本門行事 都 都 一一 下山去了 回說 回說 你們 你們 你 你想做什麼 都說了 不是我們的錯 不可原諒 既然你們要打 我奉陪 你 就算把那些人打跑了 懷說也不會再回來了 走 我們一起把窮華派弟子 趕出喚明界 紫英 其實 剛才有一瞬間 我真的很想殺了他們 但是 我不想變得和他們一樣 只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連自己的同門兄弟都殺 我 紫英 你什麼也別說了 我們都明白了 我們去出口 找窮華派的人 找掌門 讓他們不要再對付 喚明界 歸邪將軍 想要伺機殺死我以懸囂 單憑他一個 怎可 以為窮華派還會如十九年前一般 掌門死了就門派大亂嗎 蘇瑤 你很得意 你 紫英師叔 你 你什麼時候進去妖界的 我怎麼都沒看見 大哥 天河 天河 有一陣子不見了 大哥很是掛念你 大哥 一見 都是你騙我的嗎 你和掌門都在騙我 你 其實 你只想去回望書界 只想勝仙 只想搶奪幻冥界的靈力 有些事 我確實沒有對你說真話 但也未必說了假話 事到如今 真真假假 要有什麼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還是把你當兄弟 絕無害你之心 可惡 我是那麼相信你 不自量力 靈莎 怎麼會 天河 你運功只能救她一時 卻不能救她一世 你若再與蘇瑶鬥下去 那位姑娘 只會更慘 運功子 我先把靈莎送回幻冥宮 我的族人會照顧她 好 剛才說的什麼意思 你一點也未察覺到嗎 望書界 以至因女體為素體 方可激發靈力 她的前主人 宋慾死後 望書界力量頓時 從此陷入長眠 直到有個女子 亦是殷時殷刻出生 命中帶水 命相乃是罕見的天水為行 才可令望書界復速 啊 越是使用此劍 新的素體 越會體虛未寒 如不懂得修行之法 情形更是不妙 新的素體 是指靈莎 不錯 我不清楚她怎樣機緣巧合 竟會碰觸到沉眠中的望書界 但她成為素體 確實是事實 恐怕雲天青也料不到 天下會有這等巧合之事 韩凌莎來到瓊華派後 素瑶命慕容子英傳她修行心法 便是令她吐納運氣 強身艦體 雖不是很有用 卻已有什麼用 不過我破兵而出 又以雙箭往復腰間 對她而言是極大好損 是才我與素瑶合力破出結界 則又是耗取許多望書之力 韩凌莎的身體 怕是已經支撐不住了 因為這樣 所以在墓室裡 凌莎碰了那把劍 劍才會發光 所以青陽和重光長老 才會讓我少用望書劍 所以重光長老 才會傳她心法送出暖月 所以凌莎的身體 才會越來越差 越來越怕了 這所有的一切 都是有原因的 你們統統知道 卻從來不說 天皇 你莫交集 待我成仙 救回韩凌莎 不過是舉手之勞 待你成仙 那是什麼時候 如今妖界靈力衰竭 而窮華派建築江城 非生指日可待 再慢也是一月之內的事 天皇 你體質特異 能夠天生不受寒冰之氣侵嚷 想必是萬中無一的資質 不如與我一同修行 不久即可白日飛生 從此逍遙天地間 豈不是很好 大哥 你明明說過的 只要找到那三件 至陰至寒的東西 你就不會被揚言侵蚀 是不是那些東西 根本沒用 沒用的話 我再去幫你找 直到找到為止 你 你不該是這樣的呀 簡直就像變了一個人 變了 這卻是從何說起 那三件寒氣自然管用 我十九年來 我十九年來從未這樣清醒過 以前在禁地之中 每時每刻都有許多景象出現在腦海裡 簡直快要把我逼瘋了 所以現在這樣就很好 我失去了太多 我 如今的窮華派的妖精 更是令我大失所望 天河 你能了解嗎 寧兵絕雨三寒氣 最終還是抵不過人 從空虛中生出的欲望 你看 我如今 能夠自如地操縱火焰 卻不會被它吞噬 再加上臨兵絕之力 我已將這兩種力量融為一體 功力更勝往昔 那你還要什麼呢 除了生仙 你說要給老掌們報仇 如今妖界變成這樣 仇也報了 要是你還恨我爹娘 乾脆把我也殺了算了 天河 你不要搞錯了 我對報仇一點興趣都沒有 太清的死與我何干 宣孝 你 我想得很清楚 以我金石之力 殺這些小妖 根本是對我的侮辱 瓊華雪恥 也是多此一舉 只要取了紫荆石 不久即可白日非生 為前人所不能為 做到歷代掌門夢寐之事 這是我如今唯一要做的 大哥 我當初不該幫你 而且 我雖然討厭雲天青 卻不討厭你 起初利用賤明引你們來進地 只是想見解雲天青和素玉的後 看一眼便是 卻沒想到 說要幫我 你為我破兵四處奔布 我們相處時日雖短 情分卻如師徒如兄弟 世上我最感激的人便是 又怎可能殺你嗎 如何 還是與我一同生仙吧 宣孝 你莫太過分了 生仙乃是窮華派之事 雲天何以被我逐出門派 於情於利 都不可留下 蘇瑶 多年過去 你忌才之心還是一點未變 你 你胡說什麼 哈哈哈哈 胡說嗎 太清的弟子之中 以你資質最不出氣 到頭來卻因差陽錯做了掌門 你大權在握 難免患德患失 深恐哪一日便會被搶去手中一切 為此連長老都不願晉升 以慕容子英鑄劍之才 數年來卻也未得重用 憑他自知 應該早有所成 難道不是你心鬼作祟 是擔心他勝過你嗎 哈哈哈哈 放肆 你竟如此羞辱一派掌門 掌門 哼 窮華一系被你經營成什麼樣子 自身資質平平又技才肚能 你不妨看一看其他弟子 可還將你當作掌門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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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門 強者為王 我與你合謀 你以為我不知嗎 你在禁地門口對雲天河他們說了不少多餘的話 你 天河 這便是你曾經想要的水靈珠 這便是你曾經想要的水靈珠 我如今把它取了出來 便送給你吧 水靈珠 你還記得 自然記得 你說過想找素瑶要水靈珠 她卻不允 你的事 大哥一定替你做主 不可 不可 宣孝 你瘋了 本派寶物 豈容你如此糟蹋 賭話 給我滾 啊 掌門 素瑶 昔日你將我冰封 定我日夜痛苦煎熬 時常想將你千刀萬劃 如今我破冰而出 矮於情勢 要與你共識雙劍 但你最好識相 凡是直管點頭去做 不然 我連你都殺 聽到沒有 是 天河 水靈珠 水靈珠 你拿去吧 你要用水靈珠救人 儘管去救 還需什麼 儘量開口 待那些俗世了缺之後 便與我一同飛生吧 大哥 大哥 你知道 當初我娘她 她最喜歡的人 其實是你呀 是嗎 真的 是爹親口告訴我的 我去鬼界見了爹的魂魄 她還一直在等你 她說害得你這麼殘 她一定要當面跟你說對不起 才去淘汰 那雲天青定是要等上千年萬年了 要知我成仙之後 壽命七尺短短數十載 大哥 罢了 過往之事何必再提 不對 那天在禁地裡 你明明說過的 你說很後悔傷了一個人的心 可是那個人已經死了 你再也沒有機會說對不起 那個人 就是我娘吧 雲天河 你凡事不凡 我要你一同飛生成仙 你卻禁提些前程舊事 令人不快 大哥 這是我最後一次喊你大哥了 你 你說你控制了西河劍的力量 我卻覺得 你這個樣子 好像爹說過的心魔深重 已經完全不是你了 你我從此再無關係 你把望書劍給我 我不能讓你再喊玲莎 你說什麼 你做得不對 我不要你當我大哥了 把望書劍還來 我不想見你 就這麼簡單 你 天河 快快退後 那楊言會將人焚成灰燼 好 好 好 雲天河 你三番兩次頂撞 我本不該姑息 只是我還記得在禁帝說過的那些話 你祝我良多 懸囂永至難忘 此經實際足夠 我就再讓你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現在妖界束腹已除 妖界之主的命也送給你吧 你不願修仙 愛去哪裏便去哪裏 只是要將望書劍歸還 卻是萬萬不能 術服出去 妖界入口馬上就要消失了 師叔 子儀師叔 你快點過來啊 玄姬 你可知道 懷說他已經死了 就是被你說的那些同門傻了 我不會再回窮華派 師叔 你 你說什麼 能不能再說一遍 師叔 你不想和你 課程 啊 你真正 忍衙 你不想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